今天我们接着给您说一套新鲜出炉的大舖头系列历史书 哈佛中国史 今天要讲的是第四卷 儒家统治的时代 宋的转型 哈佛中国史这套书我们已经给您讲过三本了 分别是秦与汉 南北朝 还有唐朝 这三本的作者都是美国人陆威夷 这本书终于换了一位新作者来接棒 他就是狄特库恩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 曾经在英国的剑桥 德国的海德堡大学 柏林大学任教 而且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专门以宋代为主 这本宋的转型就是他的代表作 虽然作者换人了 但是狄特库恩这本书的思路 跟陆威夷可以说是无缝对接 特别是跟我们上次讲到的唐朝 还记得吗 在那本书里 陆威夷重点讲了唐朝的一系列重要变革 认为这些变革把中国历史从中古时期带进了近代早期 那么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正是这个观点的延续 你看在整个这套书里 这本书的书名最特别叫《宋的转型》 它不是讲一个或者几个朝代 而是把主题定在了转型上 正好跟上一本讲的变革形成了一个承接关系 给这本书写书评的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说 这就是外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观 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线索 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唐宋变革 我们常说一个词叫不破不立 唐朝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就是破 尤其是在唐中后期 一些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东西被废弃了 像我们上一本书里说过的 君田制啊 辅兵制啊 礼仿制啊 这些都没了 政治门法也没落了 那接下来登场的宋朝呢 它的作用就主要是立 唐朝破掉了旧的 宋朝就得立起来新的 这个立 这本书里认为主要体现在儒学方面 儒学它从一种思想和学说 变成了统治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产生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 士大夫 产生了一套儒家的升级版 操作系统 也就是道学 对从社会生活到国防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些啊 一直持续到今天 作者说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很多特质 就是在宋代形成的 好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用 变革与转型的眼光 来读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 宋的转型 首先呢 还是来简述一下历史 这本书的开篇 是从唐朝中后期的唐宪宗开始的 唐宪宗的时代呢 号称是元和中兴 可以说是唐朝最后一次复兴 那以后的唐朝就每况愈下了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翻阵割据 这个呢 我们上一本书讲过 之外呢 内有宦官干政 外有治安问题恶化 盗贼封起 总之就是民不聊生啊 然后呢 唐朝灭亡 五代十国军阀混战 五代 梁唐进汉州 前面呢 都得加一个后字 五代这是一个习惯上的叫法 其实啊 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朝代 实际控制的地盘都很小 除了占据中原的这所谓五代 其他地方啊 还有一些小的割据政权 前后有十个 就是所谓的十国 五代的最后一代 后州啊 发展形势不错 但是皇帝早死 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赵匡印当了皇帝 建立了宋朝 那为什么要交代这么长的背景呢 就是为了说明赵匡印他的成长环境 他出身在这种乱世里 深知军阀割据的危害 更知道军人掌握实权 可能对他本人构成多大的威胁 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么上台的嘛 所以啊 他开创的政权呢 就拼命的防范和打压军人 他的代表作就是有名的 杯酒士兵权 一个饭局把那些在军队里有实权的 可能威胁到他的老弟兄们全搞定了 而且呢 没有杀人流血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 这之后啊 赵匡印 以及后来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 他们建立起一个文官主导的新政府 我们在第一本书《秦与汉》里说过 从秦始皇开始 皇帝就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 从理论上说皇权至高无上 但是呢 从具体的权力运作上看 这么大的国家 又是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下 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玩得转呢 皇权他始终需要一个政治同盟 来共同实现统治 在汉朝到唐朝中前期啊 充当这个同盟的就是门阀士族 唐朝后期呢 士族没落了 到了宋代 皇权需要新的同盟者 这个同盟就是由皇帝任命的职业文官 他们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 士大夫 士大夫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士族 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 有什么区别呢 作者是这么解释的 说士族啊 是一个世袭集体 由血缘来界定 而士大夫呢 是一个身份集体 士大夫阶层不是通过家庭出身和背景来构成的 而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 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 各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 也就是说 在之前的时代 一个人想在政府或者社会上 获得比较优越的位置 那必须得有一个好出身 你必须得是生在士族高门 要么你就得搞军事斗争 像南北朝的开创者们 还有唐朝后期那些节度史 但是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不论是投个好胎还是扯其造反 这难度系数都太高了呀 所以之前中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是比较差的 虽然隋唐开始有了科举 但我们上一本书里也说了 整个唐朝历史上 只有10%的官员是科举出身 可以说 这条路也还是很窄 这个情况在宋代就彻底改观了 你不用出身多高 也不用造反 只要读好书 还是有机会改变命运 成为士大夫 知识就是力量啊 那么成为士大夫有多重要呢 举一个例子来说 宋朝发生过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 这个变法是触动士大夫阶层利益的 所以士大夫们普遍反对 当时的皇帝宋神宗支持王安石 他就跟士大夫们解释说 变法怎么怎么有利于百姓啊 但是呢 当时士大夫集团 一个领袖人物叫做文彦博 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宋神宗 说陛下您是与士大夫共天下 非与百姓共天下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士大夫集团事实上是跟皇帝一同 构成了宋朝社会的上层建筑 所以你说士大夫这个阶层力量大不大呢 那么读什么书 学什么知识 才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士大夫呢 答案就是儒学经典 这个原因呢 很好理解 儒家思想 尊尊亲亲这一套 有利于维护王朝统治啊 所以呢 宋朝政府提倡儒学 并且把儒学作为选拔职业文官的标准 虽然儒学在汉朝的时候 曾经是国家的指导思想 在之后时代里 地位也一直很高 但是儒学对国家具体政务 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 从汉末开始 其实就下降了很多 所以说儒学的复兴也是在宋代 注意啊 宋代的儒学 跟汉代乃至先秦的儒学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作者认为为了应对南北朝以来 日益盛行的佛家和道家思想 儒家吸取了很多佛教道教的元素 同样呢 儒家思想的改变 也反过来影响了佛家和道家 比如佛家讲究出家修行 但是呢 这就跟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 特别是孝道有冲突 在唐代就有佛教徒针对这个做了调整 编了一部《父母恩仲经》 来表明佛家也是重视孝道和伦常的 那么道教也一样 宋代著名道士王重阳 你看过这个《社调英雄传》的 都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啊 他提倡三教合一 进一步的促进三种思想的交融 所以宋代的儒学其实是更体现三教合一的 内外兼修佛道思想代表人的内在的信仰 儒学思想代表人特别是师大夫阶层 外在的处事原则 所以说宋代的儒学从一种比较形而上的哲学思想 变得细化了 儒家提倡的价值观覆盖面 也从知识分子延伸到全社会 作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而在这儿呢 我们自己做一个比喻哈 在宋代儒学完成了系统升级 更新了一个2.0版本 这个新版本就叫道学 注意啊 道学跟道家思想不是一回事 不过道学呢 也可以说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一部分元素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道学的起源是唐朝后期 知识分子有敢于国家的衰败 希望从古代的经典里面汲取营养 把古人的原则和理论 变成能应用于当下的具体规则 我们上一本书里提到的 韩裕的古文运动 也是带有这种 到古人那儿寻找智慧的意味 然后呢 在宋朝初期 出现了几位儒家的哲学家 就是所谓的北宋无子 其中包括周敦仪 他写的爱莲说 我们应该斗不陌生 那他们呢 试图把儒家的思想拿来解释世间万物 借用了道家所说的道 把宇宙万物的理论称之为道 而且呢 从儒家的立场上解释 把这个道跟儒家提倡的道德联系起来 这就把儒家思想 上升到了一个普世真理的高度上 然后呢 在北宋无子的理论基础上 就出现了 自孔孟之后 儒家系统里 唯一一位官方认证的圣人 就是朱熹 朱熹提出了三个重要概念 第一个是万事万物的原则 他把这个叫做理 道理的理 第二个呢 是研究问题的方法 叫格物置之 就是通过研究事物 来探索他内在的道理 关于这个呀 我们多说一点 清末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呢 就把物理学翻译成格制 就是格物置之的意思 不过呢 朱熹这个格物 对于事物的研究 跟我们今天熟悉的 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研究啊 是完全两码事 他是试图用儒家的理论 来解构自然界的事物 所以呢 他不能算是科学 而中国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始终不能脱离出 格物置之的框架限制 所以宋代对天文医学药理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更有印刷术指南针 这些伟大发明 但是这些东西 始终没能像西方那样 发展成一个科学的体系 第三个是成 成信的成 朱熹提出 对成信的践行 就是践行道 或者说理 虽然呢 这里边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 但是呢 可以说 朱熹把儒家这些分散的 形而上的 原则性的思想 整理成了一套 系统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后来的人呢 还根据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 编辑了 诸子与类 诸子就是指朱熹 所以呢 他的思想细化成了 操作守则 对宋代乃至后世的中国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对儒学经典 比如四书的注释 成了权威的教条 直到清朝 他本人也因为这些成就 获得了至高荣誉 佩享孔庙 就是他死后 牌位被放到孔庙里 跟孔子一起接受祭祀 但是作者呢 也指出 朱熹的这一套 强调的是道德 这个看问题的总原则 对于具体问题 并不是很管用 所以呢 在他的时代 其实有不少人 从实用主义角度 批评他的思想 不切实际 从北宋无子到朱熹 这种改良和细化过的儒学思想 在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 就这么确立起来了 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 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一个人掌握的儒学知识的多少 决定了他的上升空间 这个主要就体现在科举上 前面说了 在宋朝你想出人头地 特别是想走仕途 靠祖辈的余音是不管用了 只能自己去参加科举 考取功名 而科举考的就是儒学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儒学是当时最热的 就业前景最好的专业 所以知识分子 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上面 唐朝时候的科举考试 数以千计 到了宋朝 已经变成数以万计 甚至十万计了 而且呢 从本乡到京城逐级考试的制度 也完善起来了 当然 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原因 就是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书本普及率大大增加 这也让更多的人 有条件去读书去考试 然后呢 国家上层倡导儒学 这个影响就蔓延到所有的社会阶层 蔓延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这些影响啊 有好又有不好 好的就是帮助社会稳定 培养人讲礼节和礼仪 另外呢 儒学这个时候 吸取了佛教的一些思想 比以前更强调人相善这方面 这也是有益于社会风气的 不过不好的影响 也好像更多 特别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你比如 儒家最核心的价值是孝 因为儒家思想从根源上说 是源于祖先崇拜的 习惯站在世古非金的立场 古人的 祖宗的都是对的 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啊 那孝也就变成了一种 无条件无原则的服从了 一切呢 都得为孝让路 所以说 在宋朝出现了24孝 那里边啊 有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 非常不人性的例子 最极端的就像 郭俊埋尔 这在今天 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和认同的 但是在当时 是被提倡和赞美的 还有就是 儒家是强调等级的 跟中国古代 其他所有时代一样 宋代也是一个 阶级不平等的时代 而且绝大多数的人 处在社会底层 但是儒家的观点认为 社会各个层级之间的不平等 那就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虽然我们能从 宋代人的诗文里看到 他们对一些 作为具体个案的 社会底层人表达同行 但是呢 从价值判断上 宋朝文人们不觉得 社会上层和底层的 不平等有什么不对 他们觉得 就应该是这样的 有的人就应该是 清而秀 又清高又优秀 有的人呢 就应该是 卓而萌 又浑浊又萌昧 怎么界定秀还是萌呢 标准就是 秀者通三纲而十五常 也就是说 掌握这套儒家的 价值规范 你就是秀者 否则就是萌者 造武孽而泛实尽 一切遭遇呢 当然也都活该 这套等级理念呢 最糟糕的地方 还是体现在性别方面 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个陋习 就是女性蝉足 这就是五代到宋朝兴起的 原本只是一个武女 为了脚步轻盈好看 属个人行为 但之所以一下就火遍全国了 作者认为 是因为蝉足背后的思维方式 正好契合了 儒家在两性问题上的看法 儒家认为 在一个家庭里 女性就是居于从属地位的 就应该待在屋里不出来 蝉足之后 脚残废了 没法在室外长时间行走 那当然也就不能出屋了 所以说蝉足的流行 不光是因为审美情趣的低下和变态 更因为蝉足符合 儒家思想里 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定位 而蝉足流行之后 原本是受害者的女性 当他们有了女儿 也会给女儿缠脚 把她们变成残废 还把这上升为一种女性道德 作者认为 这说明儒家思想 已经全面影响宋代以后的 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上面讲的这些 都是儒家思想 对宋朝内部的影响 儒学的经典 还包括对外方面 宋朝不是当时 中国境内的唯一政权 用作者的话说就是 宋朝和其他的民族 共享唐朝的政治遗产 在五代十国 中国东北部的 七单民族崛起 建立了辽国 时间上稍早于北宋 五代时候 后晋皇帝石敬唐 为了争取七单人支持 把中原北部 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幽云十六周 也有的书上叫 燕云十六周 割让给了辽国 就是今天山西河北北部 包括北京在内 这些地方都在长城以南 这样辽国就地跨 长城南北了 长城也失去了 抵御北方民族的作用 而且这么一来 辽国就跟之前的匈奴 突厥这些民族不一样了 他们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 而是变成游牧农耕二元国家了 在幽云十六周这些地方 他们也发展农耕 顺便说一句 因为割让幽云 好多人骂石敬堂是汉奸 其实这个是有点冤枉人家了 因为石敬堂是沙头人 就突厥的一支 根本不算汉人 所以叫汉奸不太准确 后来又有西北的党项人 建立西夏政权 党项人的先辈 本来是唐朝的一个军阵 叫定南军 地盘在今天宁夏甘肃这一带 后来他们逐渐独立 在宋朝第四个皇帝 宋仁宗的时代 正式建国就是西夏 从这个地理意义上来说 辽西夏和宋 共同继承了唐朝 瓦解之后的中国本部 这是以前秦汉唐 这些统一的汉人王朝 没有遇到过的局面 宋朝不得不摸索着学习 跟这些一族的相处之道 宋朝从赵光燕开始 一直是想收复幽云的 这样就可以把边境线 往北至少推进到长城一线 安全就比较保障 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代 宋辽为这件事发生过 比较大规模的战争 但宋朝都没打赢 由云十六州要不回来 在宋真宗时代 宋朝政府改变主意了 不再追求把中国安全的 基础设施在军事上 而是尝试用一个 更经济的办法 跟一族政权签订和平条约 以支付一定的金钱为代价 换取和平 这就是公元1005年 著名的宋辽和平条约 缠冤之盟 宋辽停战还约为兄弟之国 以后大家不打仗 论哥们平起平坐 我们传统上 站在民族情绪的角度上 觉得这个缠缘之盟 要给辽国宋钱换和平 这是很屈辱 很没面子的 但是用经济的视角来看 宋支付给辽的碎币 比打仗需要的军费 要划算多了 而且还不用死人 所以说这是一种 很理性务实的外交手段 不过这个缠缘之盟 对于宋朝政府 包括北宋和后来的南宋来说 有一个不太好的示范效应 就是宋朝越来越倾向于 选择花钱品事的模式 不去分析具体厉害 就轻易妥协 后来呢 跟西夏以及南宋时期 跟金蒙古签订的 一系列条约 就没这么划算 而是很吃亏 甚至丧权辱国的 那宋朝跟人打交道 为什么总会倾向于 用外交和金钱赎买 而不是用军事手段呢 这里有前面说的 宋朝先天对军人 不信任的原因在里面 一直抑制着武将的权力 同时从另一面来看 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是反对战争的 因为战争是霸道 和平才是王道 所以整个宋朝一带 对战争不是特别积极 但是辽西夏这些异族政权 在中原的存在 他们的首脑也称皇帝 还跟中原王朝的皇帝论哥们 这种情况 还是挑战了儒家的一个重要理论 就是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 皇帝只能有一个 而且儒家思想的世界结构 是中国居于内 遗敌居于外的 送疗下并存的局面 显然不符合这个构想 那儒家理论 怎么解释这个现实困境的呢 这就是儒家思想里的 另一个观点被发觉出来 中国人这个身份 主要不是看血统 而是看文化 所以即便你血统上不是中国 但奉行中国的文化礼仪 那你也可以是一个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这个以文化 而不是血统来界定身份的观点 是中国跟欧洲最大的不同之处 而且这个思想 对后世产生了一个 巨大的正面影响 那就是一族中国人 这个概念被接受了 可以说我们今天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 这个共识 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不过呢 这些是后人的认识了 在宋的时代呢 各民族生存斗争 还是很严酷的 北宋跟辽 在禅渊之盟后 没有大战 但是呢 跟西夏以及西北少数民族 摩擦不断 后来金国灭辽之后 入侵中原 就有了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 宋高宗赵构 在江南开创南宋 也是跟金国 发生过几次大规模战争 包括我们熟悉的 岳飞抗金 后来呢 又有蒙古崛起 先是横扫欧亚大陆 接着又南下 在1279年 最终灭亡了南宋 宋朝自始至终的 中文清武 导致了这个王朝 最终被一族灭亡了 所以呢 你看前面我们讲的 在宋代 儒学对社会的影响 那可以说是 360度无死角的 包括方方面面 从人才选拔 上层社会的构成 到学术思想 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界定 到市民的生活 家庭伦理 再到国防和外交 以及这个王朝 从生到死的全部运势 全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就像这本书的 书名概括的 儒家统治的时代 说到这儿啊 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疑问 你既然说 儒家对社会的 种种限制和禁锢 是这么无孔不入 那宋代应该是一个 非常死板的时代啊 但我们都知道 宋代的商业成功很高 宋朝的经济水平 在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 中国最早的纸币 也是出现在宋朝 也不说这些 单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 宋代大城市的经济 那是相当的繁荣啊 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个问题 作者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呢 从他写的一些观点 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几个关键因素就是 技术 人口 城市化 技术首先是指农业方面 农业技术的进步 以及来自东南亚的 高产农作物的引进 提高了农业产量 粮食多了 能养活的人也就多了 加上唐末五代的战乱终结了 宋朝啊 处在长期的和平时期 人口增加到北宋末年 增长到一亿以上 人口多了 就有更多的人 能从农业中脱离出来 分流到城市 从事商业 手工业 所以宋代的手工业 比如瓷器 纺织 都达到了巅峰 城市规模的扩大 和数量的增加 都有利于经济发展 特别是从唐朝中后期 礼仿制解体之后 城市的居民区和商业区 已经融为一体 经济活力越来越强 随着宋朝大量的 非农业人口的进入城市 经济也就越来越繁荣 最后呢 还因为宋朝土地小 光靠土地税养不起政府 所以呢 朝廷重视贸易 把贸易当成一个重要的税源 所以即便在宋代 儒学试图把人的思想和生活 都纳入条条框框 但经济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动力 好了 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呢 我们就给您讲完了 现在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 宋的转型 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卷 是德国汉学家 狄特·库恩的著作 如他的书名所示 他把对宋史的研究 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 一是转型 二是儒家统治 转型是指经历了 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动乱 传统呢 由皇帝和士族门法 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 士大夫阶层 宋以后的中国 就由皇帝加士族的模式 转变成皇帝加士大夫的模式了 儒家统治是指 儒家思想变成系统的 治国理政指导思想 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模式 从官员选拔 学术思想 市民生活 家庭伦理 国防外交 商业活动 各个角度 全面地影响着宋代的中国 甚至直接决定了 这个王朝的生与死 作者认为 今天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特质 就是形成于宋代的 所以可以说 儒家思想 对中国人的塑造与影响 一直持续到今天 关于这本书呢 我们就给您讲这么多